除了很多人說這不只是官員問題 有沒有法律問題呢 那整件事情現在要進入司法調查了嗎 好 所謂的好朋友 常常找幕僚來談談 高雄安現在被綠營的議員是 副檢調來告發了 事情就在今天中午 已經將相關的證據送到新竹地檢 以及鎮峰單位 告發高雄安收受不當潰陣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想問一下雨萱 高雄安現在還有所謂的這個 助理費的案件在查 那現在又爆出新的一案 這件事情會不會越滾越大 我本來還以為說 要先給民眾黨回應一下 等一下會讓他回應 等一下會給他回應 對 因為這件事情應該是這樣講 他分幾個層次 過去他講說影射的殺傷力最強 那我想整個案情到現在應該是講 到目前為止所有的爆料跟證據 他都停留在一個階段叫做影射 包括你說這個前局長 他也是說什麼 說我夢到的 那你說到實質內容 比如說豪宅 他現在表示說是這個 他男友去租的嘛 曬這個租令契約出來 然後說這些豪車名車 然後幾輛幾輛 後來發現好像都不是他的 那變成就是說 陸陸續續可能有些是什麼議長的啦 有些是他這個 這個發言人幫他載他的啊 反正那些車子後來定調說也不是他的 這是新竹市政府自己的澄清跟說法嘛 所以我說到目前為止 他有沒有一個明確的證據 直接點出來說 我可以讓高宏安一刀斃命 比如說好他還有一個證據說高宏安明確的交代了他的男友去跟這些哪些局處首長談哪一件事情 而且他是直接是有關聯性的代表他是認識他白手套 那就可以證明他是賭資或者說貪污嘛 那寫到目前為止我可以看到的現階段的一個狀況都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影射暗示說 你看好像 我夢到好像看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我不去坦白講啦 就是說就高宏安這個個人本身 他過去曾經擔任過這個鴻海副總的一個經歷 所以以他的年薪過去可能高達上千萬 包括曾經有人踢爆說有可能到上千萬這樣一個額度 所以說你說他如果名下有一台兩台車子其實並不算多 他後來被人家揭露說存款也才一千多萬 說這個人真不會存錢 年薪千萬 就是你做那麼多年 怎麼存款只有一千多萬 所以當初他來政治這一塊領域來講 本來就是薪水算是縮水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在講是客觀事實上 因為到目前是用影射方式 但是好 我們講到另外一個城市高宏安個人本身 他問題可大了 今天怎麼會有一個市長 先是副市長出來捅你 對不對 感謝所有人 然後沒有感謝你高宏安 每個都點名 然後今天他去議會也感謝正副議長 但就是不謝謝你高宏安 對不對 那這個蔡立青為什麼要做這樣表態 這是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再來第二個 這文化局長這個錢康明 對不對 他是一篇兩篇三篇四篇五篇 接連的對你高宏安開跑 所以起來他人和出現問題嘛 那麼講回去更早之前立法院 你看他那些所有的助理群 除了說一個人站他身邊之外 所有人都翻共 大家都出來也是你高宏安的問題 沒有人願意站你身邊 沒有人願意聽你背書 所以我說高宏安顯然在他人和上 是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分三個 如果最後分三個層次來談 大的層次 所以現在這個捷舞點 為什麼要猛打高宏安 而且是用影射方式 他的目的當然不是說 真的要讓他走入司法途徑 我們現場很多法律專家 大家也知道說這個東西 依現在現行的證據 真的要說他有罪 或者說真的是他涉嫌貪污 很困難 還有他的困難性 但這個目的是什麼 把一件事情打出來 白得容易髒 高宏安是白的嘛 不管你要說是郭的 或者是柯文哲的 白得容易髒 就是把你說你看看 現在這些民眾黨貪污的貪污 腐敗腐敗 前一陣子還曬出一堆少年 然後穿著這個 好像是台南嘛對不對 穿著這個白T恤 然後每人看起來都很白 可是為什麼總覺得照片就黑黑的 說不出來 現在就是要把這個氛圍 可以打出來嘛 但你說講到中間的層次 高宏安為什麼待過他底下的人 總是會製造出這樣子的 一個人和上的問題 這就是高宏安自己本身的問題 所以說到最小最小 講到高宏安這個人個人本身 所以顯然過去我一直說 包括助理費或很多種種的一些案件 你要說真的是 這個有什麼大二嗎 十二不赦嗎 好像還好 但就凸顯出一件事情 就是說高宏安這個人 不管是對自己下面的 顯然是個冠老闆 顯然是個便宜行事 但我說這個便宜行事 或這個冠老闆 是不是要把他上綱到 所謂的司法層次 在法律上真的能夠 對他判刑定驗 助理費有可能 但我覺得最近討論這幾波 比如說他搭誰的車子 像我也很常搭別人名車 對不對 保時捷嗎 對 當然我沒有官職 不是保時捷 保時捷有搭過嘛 保時捷Band 隨便你選嘛 別人開的名車我搭了 其實我覺得這東西 你要很牽強去把它附會 可是宇軒他跟你不一樣啊 他是市長 對 但我們說這東西 你要很牽強去附會 所有應酬過人都知道 多多少少難免 但高爾安這個人有沒有問題 顯然當然在 他是有人和上的一個問題 好 不過想要請